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把院长好好的做好再说不论如何立法院长确定是韩国瑜了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做事那么他当选之后立刻对尤锡坤释出三意他这个办公室是可以给他用的可以跟他一起打拼国货外交的不过同一时间尤锡坤知道自己落选之后马赛在脸书发布声明他要辞去不分区立法委员他要退休回到宜兰了 好这个尤锡坤这个卸任之后呢那王振旭癌症希望基金会的这个理事长就往前一名王毅川抢救王毅川大兵距离登场这个登场越来越近下一位如果说还有这个男的这个立法委员有机会这个更上一层楼入阁的话呢那么接下来王毅川就真的很可能当这个这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了 另一方面今天各票顾得各个政党票都顾得蛮紧的但陈昭芝呢投了一张废票怎么回事那很多人啊特别是理工人就开始在研究为什么一个好好的票会回到这样呢那黄国昌告诉大家啊黄国昌昨天在节目当中说我太大了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污汁啊毁损啊都这么大的人呢怎么可能会这种事情开除一定要开除好真的事情发生了这么悬疑的事情就发生了到底要不要开除呢 到录影为止这个黄国昌个人是点凸凸啦但是看起来民众党呢党团的立场是说哎这个应该看起来就投给黄珊珊啊怎么可以算废票啊等等啊今天立法院的整个状况我们是要台会都有深入的分析好现在介绍一块来宾主任教师民进党政策委执行长王毅川大家好这是媒体王瑞德欢名好大家好在教室民众党的前立委蔡碧如大家好再来介绍的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詹为员欢名好大家好 我们介绍的是资讯门体验子康仁俊 大家好 讨论一开始我们先带你来看立法院的龙头大战今天登场 国民事务力于社会贵贵 韩国瑜跟江启臣宣誓就任立法院长和副院长 喊出要超越党派 2024年的立法院开始 不是一个奖励 不是再是一个奖励情的暴力 我一定会谨守理事中立的原则 尊重 尽量 这场院长选举 第一轮韩国瑜54票 游锡坤51票 号称团进团出的民众党 越成招姿用印尼污染选票 黄山山只拿7票 第二轮投票民众党弃选 来人发挥人数优势 韩国瑜当选 无视绿营票轨还在开 国民党立委开始庆祝 韩国瑜甚至开心的 马上跑到一场外收绑 韩国瑜甚至开心的马上跑到一场外收绑 这票是吧 那要用剃的哦 你拿这支付口 国瑜身肢肩膀上责任重大 希望前院长游锡坤院长 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努力 包括院长的办公室啊 院长的官邸 也可以提供给游锡坤院长来使用 游锡坤败选辞职 韩国瑜居然说要把院长办公室 跟官邸给有使用 让人不洒洒 下午的副院长选举 也几乎复制上午模式 民众党突然进场 都投给自家张琪海 男绿递进两轮投票 由江琪成胜出 蔡琪穿一票 蔡琪穿一票 民众党投自己 被市委保送韩国瑜的一招 网媒报道民众党自推黄山山之后 柯文哲曾致电绿营高层 游说支持 但绿评估科信用不良 再加上传闻来疑 又挺黄国昌 当司法委员会招委 换院长选举 因此决定分道扬镳 在外面 因为我们不可能跟他接触 我们没有进到任何信息 我说你当写议长当然恭喜 未来国家立场上 我们的上市 都是从民进党这边打过来的 那柯文哲主席这边 也很明确地回复他们说 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协商 到今天为止 并没有任何的协谈 所以赛之一是没有拿招委的换吗 谢谢 立法院长选举 在蓝绿白各种角力下 韩国瑜当选 也是史上首位没过半的 立远龙头 今天这样子投票 其实很多人就分析了 如果民众党自己提人 那就是暗住韩国瑜 阿川兄 昨天你就在脆上面分析了 这个状况那个状况等等 就是支持明的暗的支持韩国瑜 但是柯文哲定案推黄珊珊出来 是不是代表说 以后韩国瑜的锅 他们可以不用背 这个最后这句话我不认同 今天韩国瑜当选了以后 中国大量的媒体狂好用力好 就是中国人物完成 第一 今天的这个韩粉整个高潮 整个立法院的立委 这个国民党立委全部变韩粉 国民党的集中全部都升等韩粉 第三民众党的小草本来领小草证了 现在全部变韩粉证 全部本来 这小草证的很多都是都是 部分区选票都有民众党 都有现在代议室 叫八个部分区立委 这八个部分区立委 把票投给了韩国瑜 我为什么这样讲 你不进去投就投韩国瑜 这节目已经说了两三个星期了 大家都知道说民众党 第二没这一道就是投韩国瑜 第二投给自己人就是投给韩国瑜 这说过来投了 民众党最后柯文哲 阿丁 在东团里面 阿丁 结果就是投给韩国瑜 很清楚嘛 他说没有 我们第一道都没有投韩国瑜 都投黄山山 投黄山山之后 中途出几军走一吃饭 就都没进去投了 因为第二投的双票 上面就没有黄山山之后 第二次票里头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尤其坤 一个叫韩国瑜 就没有黄山山 所以他们就去吃饭了 代表什么 代表你头子都嫁妇 最后的结果 韩国瑜几票当选了 五十四 尤其坤几票落选了 五十一 那八票 费票 八票是没有用的票 Abo的副院长选举 也同样 那八票是没有用的 因为江启臣当选也是五十四 蔡其昌落选也是五十一 你有看到那八票吗 那八票就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票就是在帮助韩国瑜 这个结论就是这样 再来 你学弟黄国昌说你在勤勒 不要在勤勒了 这说的都数学 这没勤勒 这都没感情 我说这怎么有感情 这整个都缩口而已 第三 民众党一开始说来 你要选议党委都来报告 来展我们的理念 谈那个国会改革 结果证明 韩国瑜 韩国瑜跟民众党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 民众党完全认同韩国瑜 所以他们都都投韩国瑜 所有的这种情形 民众党都要回去 跟你们的小草改成 民众党柯文哲 这次选总统或者政党票 够一百万票 一百多万票 一百多万票 这一些大家现在分析起来 原来是投给蔡英文的 这次很多都投去柯文哲 这些人最后上次总统选举 为什么被逼出来投票 就是不爽韩国瑜 看到韩国瑜那些人就没法认同 招出来投蔡英文 现在呢 现在把票投去柯文哲 柯文哲指挥之下 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院长 柯文哲你要把外面改成 为什么你们要投韩国瑜 为什么你们民进党不投黄珊珊 所以真正按住韩国瑜的是民进党 这是民众党的逻辑 大家来看看 民进党五十一票 民众党八票 你说好 不要让韩国瑜当选 所以请五十一票的 去投给那个八票的 你有事吗 你动作民进党 恐怕吗 你八票不过来投五十一 你再五十一了 去投八 你有事吗 这就请了 说话简单 大家都算两三个星期 大家都知道 今天只要民众党不投票 民众党进去投给自己人 民众党每个人都投给自己 就是投给韩国瑜 从现在开始 民众党的支持者本来领小炒症了 现在全部变成韩粉症 直接升等 科文哲 给这八个民众党的部门区立委 要回去跟自己的小炒们解释 我其实现在很关心 民众党的小炒 这些人现在有没有很崩溃 他们现在在想什么 阿伯一定是有谋略的 阿伯一定是对的 阿伯最清楚了 阿伯做这个决定 我们都支持 阿伯只要支持韩国瑜 我们就会支持韩国瑜 有可能 阿伯支持韩国瑜 我们全力都知道 这些小炒当初在台北工作的 都请假坐高铁 回去投罢免韩国瑜的一票 阿伯一定有他的谋略 他们来自四面八方 回高雄投罢免韩国瑜 他们做了这种事 他们还会说阿伯是有谋略吗 阿伯是有谋略的 阿伯会挺韩国瑜 一定有原因的 可能是韩国瑜最近的政治理念 四年来有读书 跟民众党现在是一致 尤其跟国昌老师 现在想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林刚小炒绑活动 韩国的应该去演讲 好我们来请问一下 碧如委员 这个柯文哲当初跟国民党 讲好了蓝白盒的时候 有签协议 但是签协议之后 他没办法认 因为回去发现 除了身边的娘子军反对之外 小炒们的反对很关键 那么这次在立法院 暗住韩国瑜这一议 小炒们目前有什么动静 我觉得我事实上不认同 王毅川所讲的什么 就是不投或投自己 就是认同韩国瑜 因为我觉得至少民众党这些 这八席的部分区 也是政党票投出来的 票票投出来 他代表的就是这些人的名义 所以我想还是要有民众党自主性 那当然他可以说你投你自己 你不投 那就是你暗住那个韩国瑜 那如果我们投给游錫坤 那我们就讲绿白盒 我们现在就是你们就变成好朋友 我觉得不能够这样说 我们没有投给你 然后你就把人家说 你就是蓝白盒 你投我们就是支持游錫坤 就会支持游錫坤 对啊这是你的说法 你们投韩国瑜就支持韩国瑜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有 你就跟社会评论说 民众党应该支持游錫坤 还是韩国瑜 所以民众党有民众党 自己的主体性 所以我们投自己 我觉得投自己 这个要彼此尊重 但是我也尊重你的看法 但是我只能表达我的看法 说我不认同你说 我们投自己 民众党有自己的自主性 那就是在支持韩国瑜 我觉得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这个做法 这个论述 小草们是接受的 不要给人家贴标签 那我告诉你 这些小草 为什么会来选择民众党 选择柯文哲 我相信也是一样 大半的民意就是 他不喜欢过去这样蓝白 恶豆蓝白对立 所以他去选择一个 新兴的一个政党 那如果我们没有 站在自己的主体性上面 我相信这些小草 也会慢慢离我们而去 所以我们做每一个动作 我们都要去想清楚 民众党要怎么样 对得起这些小草 然后怎么样 要有自己的主体性 所以你觉得投黄三三 等于就是说 投黄三三 很清楚就是韩国瑜 当选的状况之下 不不不 投黄三三 不算小蓝 是主体性 对 我们不是小蓝 我们不是小绿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不同 你就说我们是支持韩国瑜 那如果我们今天去 投给民进党呢 那你们会觉得说 我们支持游錫困 那我们就是现在就跟民进党 就是友好的 那我可不可以先 我觉得那是个人的看法 我先简单问一题 那你们请游錫困去党团报告 再报告会大 这个当然是小党 还有提出 我们有四大那个立法院的肯定 那他没愿意 你一定要投自己 你再叫两个党去 跟两个说 你来报告一 讨论瓜哥要投你们 你们照着要主体性 你再叫两个党去报告 要冲啊 因为他们是去拜访之后 他们才决定要投自己的 表现都不好 一开始就是要去 一直冒人叫黄国昌 黄国昌不舒服 可能是这样 你在冷笑 为什么 你觉得这不叫小兰 这是主体性 我当然赞成要有主体性 但是民众党作为国内的第三大政党 我一定要强调一下 他们一直在强调自己是第三大政党 OK 我不要讲小党 第三大政党 不是今天才知道 1月13号投票完了之后 就已经知道民众党的席次 就是巴西 那你说是不是代表 这巴西叫做大半的民意 我没有这么认同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如果用席次上面来算的话 国民党52 那民进党51 两级五党席 八席的民众党 没有人要小看民众党 但是代表这个叫做大半的民意支持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数字不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民众党 当然可以强调主体性 可是你的主体性的这件事情 如果按照柯文哲当时的说法 说我不能投任何一边 因为人家讲我小兰 不然讲我小绿 那代表什么 代表是你早就已经有了决定 这是第一个 人家有没有说明 或者有没有要立法院改革的这件事情 你更在乎的是 人家讲你是小兰或小绿 那你告诉我 你把立法院改革这件事情 什么四项诉求 几项诉求拿出来当一个帽子 只是为了要掩饰你最后 你自己出来讲的 我不要当小兰或小绿 这是你们自己说的 柯文哲自己嘴巴说出来的 那请问为什么前面会有那个说明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也尊重民众党说我最后要自推人选 因为你老实讲 民主就这样 我也痛恨团进团出这四个字 你说今天立法院立法委员公开亮票给大家看 这个画面好看吗 很多人是抱持非常反对的意见 但没办法 你们立委 你们怎么玩 谁能说你什么 可是我就回来讲 如果今天说我民众党 我要希望大家来说服 因为你们想要选院长 你们想要怎么样 所以你们要来跟我 不是施舍行堂 你要来跟我说明或拜会 当民众党自己决定我要自推人选 你自推人选要不要去跟其他党团拜会 你也应该要这叫互相尊重 没有不好意思 你们要选的你们要来跟我 我决定自推人选的时候 我就是自推 所以你说情乐的这件事情 对当然每个都有政治上的语言跟操作 结果现在反过来说 为什么韩国瑜会当选 是因为你民进党 为什么不来支持黄珊珊 如果你们来支持黄珊珊的话 就韩国瑜不会当选院长 左边也是立法院 右边也是立法院 就我觉得也可以 你也去争取民进党的支持 那我就问民众党做了多少事 去希望民进党支持你 没有你最后只有一个结论叫做 你们韩国瑜选上是因为你们不支持黄珊珊 就是起意来归 这个到底是谁在 那到底是谁在情乐 我有讲就是政治是可受公平的 好我就讲 今天如果今天立法院的正副院长 对民众党真的这么重要 你认为他今天所有的游戏的规则 包含到他提出了立法院改革 你告诉我民众党今天最后的投票的整体的状况 有符合他们讲的要立院改革吗 但我们自己跑政治的就很简单 政党当然要有主体性 我其实很早我就讲过 民众党最如果真的要展现主体性 就是你不要跟蓝绿谈什么合作 你就自推人选走到底 你今天到立法院里面讲难听一点 你没有拿人手短 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怎样 你就走自己的路 你最少告诉大家讲说 我从一开始到最后就是这样 可是当你今天出来开一个记者会讲说 我的院长我决定支持黄珊珊 因为我们要自推人选 我们不支持 不支持蓝绿的原因 不是因为两边的候选人来跟我报告 说跟我说明好了 跟我说明完他们的理念怎么样 我觉得哪一边比较好 选择点不是这个 因为你看他整篇的声明里面 居然重点是什么 我不投给游席坤的原因 是因为民进党的ABCDEFG 在下面骂我 我不支持国民党的原因是什么 那个国民党有不明人事在放话 说什么我们在囚牢 你在乎的不是立院改革吗 你在乎的不是说什么 什么院长应该要理念要怎样 没有对不起 民众党最后在乎的是别人骂我 所以我就不投给你 别人勤了我 说我无用的巴西 然后到最后情恶这件事情 反而到了他变成他的讲法 说你们讲这些都是在情恶我们 那我只能说 就是看起来解读权的这件事情 是在民众党的身上 就你要怎么解释都可以 那我觉得民主是这样 巴西其实讲实话 真的没有人看清 就是只有柯文哲 或者是民众党一些人 不断的在强调说 你们都在看清我这巴西 你们都怎样 你知道你巴西也很大 但重点是你们怎么样去把这巴西 我想在座毕如委员也当过立委 怎么样在立法院里面做议事的运作 是不是用这种方式运作就有效 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数码 所以今天的这个选举的结果 大家其实真正在这件事情会讨论的是 请告诉我民众党当时在乎的立院改革 你告诉我今天在哪里 你今天所有投票的依据是根据你当时提出来讲说 你们觉得立法院院长应该要有改革的样子吗 没有 今天所有人说我要有自主性 所以我推自己的人 我因为怎么样 所以我来看看状况 因为看完状况之后 我决定自己推一个张旗卡 那那个的说服力是很低 然后再来说谁叫你不投给我 害他让他当选 那是这样 这当然是一个甩锅 今天还这个 今天算是各党戒律都很严明 我们看到国民党是这样投票的 每一个都是这样公开量票 举得很高 洪森汉特别po了一个脸书了 马上说这简直叫做犯人式的量票法 太惊人了 国民党一票都没有跑 先前有很多人猜说国民党 大概什么有案子的等等 可能会跑票 看起来是没有 是民进党挖角失败 还是民进党根本没挖角 瑞德你有观察 每一党的票都雇注了 除了陈昭之这个 陈昭之这个等一下可以来讨论 对 在此之前有很多的说法 又说什么国民党的盟友跟盟友 有两票可能会跑票 后来又加码到说 可能有四票要跑票 那么到底会不会跑票 我不知道 不过我发现一件事 朱立伦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 他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强调 希望不要这个从党的 这个等于立委当选的 不要被金钱所获 他一直强调对不对 然后他也说绝对不能跑票 所以后来也强制这个量票 那么国民党强制量票 民进党也是这个量票 然后呢上个礼拜说 不量票的这个民众党的主席 柯文哲呢 这几天也一改过去的说法 也量票 所以全部都量票 我觉得以后干脆就具名投票好了 为什么呢 丢人现眼 为什么 你明明说是秘密投票 结果最后的结果是 大家全部都在量票 有个这个动作能看吗 大家在量票就能看吗 丢人现眼 我想坦白 民主开倒车 不然你就干脆具名嘛 具名你要投谁 没有投谁 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这样子 假新兴假民主了嘛 然后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我当然知道 这个身为 身为这个台湾的第三小党 因为他比起另外两个 52加2的党团的国民党 跟51席的这个民进党 确实是小党 8席 8席重不重要 关键少数就重要 不关键的话呢 你8席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当然问题是 我也赞成啊 这民众党 他必须要有自己的主体性 所以他要决定推自己的候选人 他要决定怎么做 事实上都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决定 但是民众党在这两个礼拜 尤其是上个礼拜 把政治权谋玩弄到极点的结果 那么他会让你了解 这个党是没有诚信 很简单嘛 刚刚大家讲了那么多嘛 之前黄国昌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呢 在立法院门口的时候呢 他怎么讲的 他出了四项的考题 让大家考嘛 对不对 四项考题 四个答案 国民党民进党 答完以后再来谈 后来发现没人理他 没人理他以后呢 克文哲用民众党主席说 哎呀那你要来 我们民众党拜会 来我们这边谈 这合理啦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也去了 因为这个游锡坤也去 因为拜会各党团 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嘛 那也包括韩国瑜的拥抱 那千年一遇的惊天拥抱 对不对 然后就让人家发现说 你看嘛 政治场上哪有永久的 什么敌人跟朋友 为了政治利益 一爆解千仇了 大家的这个解读是这样嘛 可问题来了 你民众党 你把人家玩弄在鼓掌之间 你以为这样很好玩 你以为你的声量 网络声量 克文哲最重视 一辈子只重视 这个所谓的网络声量 玩到淋漓尽致 然后呢 甚至于故意让大家 事先也没人想到 他们的副院长是张其楷嘛 对不对 这跟他们要让张其楷到嘉宜 去选这个县长有关系啦 那先把张其楷给捧一下 捧高一点这样子嘛 那问题来了 你之前 你可以有自己的主体性 你要推你的候选人 其实大家也不会有意见 但是你在玩人家 然后呢 除此之外 玩就玩了 今天黄珊珊怎么讲 黄珊珊今天说 民进党其实才是真正 想要保证国民党 看不懂 不知道他讲这句话 何 因为你们51席都没有投 他8席的黄珊珊 对 不知道何在 为什么我51席要去投你8席的 然后呢 紧接而来就很多的 有不投我 很多的阴谋认说 哎呀 因为民进党有人来说 要交换啦 要民进党投黄珊珊 那个交换条件是 那么你要 那个副院长要投蔡其昌 所以他们投不下新潮流 所以他们才不要投 这笑死人 难道你不知道 立法院的院长 如果没当到当副院长 是没有用的吗 好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 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啦 还是要提醒啦 如果按照 柯文哲跟民众党的理论 你要做国会的改革 最后是 最后理由竟然说 是因为 人家得罪你 人家骂你 所以我就不支持他 这什么跟什么 你要这样玩 你以后看你怎么继续玩下去 好 再来看 今天的其实 这个蓝绿两党 督军成功 票票到贵 倒是这个民众党 在投黄珊珊的部分 出了一个小插曲 给大家看一下 出的一个状况是什么 那陈昭之 他已经赞好黄珊珊 但是呢 有一个红 就是红乌之 在陈金辉这边 所以呢 算废票 那当然这个负责 监票的林国臣 控宜嘛 他说 就投给黄珊珊 承什么这边算废票 但是呢 黄国昌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 就有说啊 那个连这个污资 这么大的人呢 选票上有污资 这种事情怎么能接受 开除 前一言讲那么大声 那今天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黄国昌 撞回去啊 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VCR 黄珊珊一票 利润龙头选举跑票的不是国民党 而是本该拿8票的民众党黄珊珊 最后只拿7票 说好的团进团出 在院长选举第一轮就乱了套 民进党的陈廷飞 民众党林国成 丁正正义选票看 紧接着柯建民也拿下严禁研究 原来就将本该盖在黄珊珊的名字上 偏偏陈金辉那个也被印出痕迹 被认定废票 民众党立委陈钊珊活缩在脸书自首 偷出手沾印铃照 向党团跟支持者致歉 巧合的是陈钊珊进场时 碰到陈金辉很热情打招呼 而这事物引来不少骂声 底下有人留言简称白旗党 支持阿伯开除党籍 还有人说我政党票投给民众党 这么重大的事情都能不小心 那其他事会上心吗 而黄国昌更曾在网络节目被问到 党内若有人跑票 移首按道 模糊等理由怎么办 他当场要重化开除党籍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会搞错 显示没有足够能力行使立委之权 小心 小心喔 小心 我们确确实实也认定 他是不信之后 没有什么党籍的问题 大炮性格的黄国昌不回答 林郭成出面帮缓夹 紧接着副院长投票 陈钊姿再度现身 党籍执中文 你是一个小小的说 可不可以 黄珊珊一路楼间小时护送 就怕再出错 黄国昌亲自检查 但蓝绿白唯一督军的柯主席 重话已经说出口 还算不算数也得给个说法 没有团建团阻 抓到一次就开除党籍啊 好 陈钊知错了这个状况之后呢 就是让黄国昌很难为嘛 他说这个都会搞错 根本没有具备担任立委的能力 要开除 结果呢 他们的副总召黄珊姐说小小的疏失 不会有党籍处分 我想请问一下阿川兄 现在很多人在研究 到底有什么办法在 因为那个笔是这样子盖的嘛 印尼弄一弄 这个就盖下去 到底有什么 怎么出了一个什么状况 可以盖这里的时候 污汁又弄到陈金慧这边呢 好 今天 出这段位时尊 这个邻国城一直在解释 说这是有效票 所以拜托 民众党的资金赚 赚票都这样处理 是不是这样 不然大家说 邻国城 民众党的立法委员说 他如果去投票投 这样是有效票 来来来来 民众党你再说一道 这叫做有效票 把你的小草 说医药票都这样挡 这有计划的嘛 他说没有啦 我的手朵去毁到 来来来来 那去毗 差不多谁做这个形的嘛 要挡那里就像这个形的嘛 陈兆之行不是这去够到的 这 这去够到的 你看看 他这样挡下去 然后这够到的 挡下去 这够到的 然后这个旁边 这个毁到的这个 毁到 毁到这个陈金慧 他毁到 最早毁到陈冠亭 还是陈永康 还是庄罪的最后 因为他这张 这张座没大张 这差不多A3的而已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手 这样挡下去的时候 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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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又挡下去了 你已经有试过了是不是 这张差不多A3嘛 你这样挡下去 你不可能挡下去 挡下去 最后挡下去 挡下去 那陈兆之第一时间就承证 陈兆之行情的速度很快 对 因为这里挡下去 大家看到陈兆之 虽自己打脸书 说是我举手就是我 然后把那个拍给大家看 陈兆之 大家记得陈兆之 是一边一国的 陈兆之 是台独的 不然你现在叫陈兆之 所以说他不是台独的 陈兆之 就是搞台独的 一边一国的 他现在法度接受民众党两岸一家亲 陈兆之你要去跟独派的朋友说啊 你要去一边一国的朋友说啊 说我现在支持两岸一家亲 陈兆之 陈兆兆之 他为什么要倒 他要倒韩国的 他倒不下去 不可能倒下去 所以陈兆之 我跟你说 很多地方议会在选举 这种都有意义的嘛 我们之前就说 什么 噴噴噴噴噴 噴到火去 所以你觉得故意的 这也是一种嘛 我问一下 刚才我们的影像里面 这个邻国城自己倒了 黄国昌是在搭帮他搏 林国城去 黄国昌 黄国昌在示范以后 如果去投票 每个人都这样吹吹吹啦 连民众党都这样 民众党都认票 小草们 以后你们去投票 你要让民众党 大家搏搏搏搏搏 不是 你现在这个方式 陈兆之就是搭不了 陈兆之不会去投韩国语啦 没办 他是投皇三三啊 他是投皇三三欸 我问你嘛 投皇三三是不是投韩国语嘛 所以他也接受了这个论述 他没办法嘛 他一定要投嘛 不然他会去用开赌 所以整个人摸摸的 比辟票好啊 不然要怎么处理 这就是这样嘛 所以 所以不然就叫陈兆之的说 来来看黄国昌啊 黄国昌说 連这个不能回答 你就没主意做理会啊 开赌啊 国昌老师快点 来来来来 倒三钢一下 你把这个抓出来了 对啊 他到现在我们还在抓黄国昌的这个回应 接着呢 李杰老师嘛 李杰老师 说了多少 他说 如果有一个人跑票 刚好手怎么回到 然后脏污了怎么办 不小心了怎么办 黄国昌说 如果连这种东西都不会 你根本没有资格当立法委员 嗯 陈兆之黄国昌在公立啦 票就不能回 大人大政 几位人啊 回到 回到 防火昌就是在公立 嗯 就是在公立啊 所以 到底你民众党 到底是怎么啦 你八人倒票 都没这些 今天会知道 大家都在看这条而已 一开始 你整个人都在看 陈庭飞啦 林国城 整个人都在看大小小 大家也搞不清楚 那票到底是怎么 嗯 那票就一家人倒下去了 为什麽还会有争议 是 民众党就对头到那些都在演嘛 刚才我说嘛 你就已经说要主体性 要主体性 第一天就散布 散布自己就好了嘛 那又大街街街街街 叫人来报告 报告又看起模子 你整个人都在争笑 你也跟韩国会争笑的 韩国会也很认真 也去给你们报告啊 不到买了 原来你们的心里面就是主体性 你如果主体性不用报告啊 对不对 民众党从头到尾都在演 对啊 人俊都看不下去了 连陈昭之等这条 是不是在演 陈昭之你也要出来讲啊 好 我们广告之后这个更多讨论 这个看起来民众党 并没有要处理喔 直接定调这是小小的疏失 错的是谁 错的是柯建民 柯建民怎么可以把这张票 认定是这个废票呢 广告之后跟我们都讨论吗 回来 好陈昭之出了一个难题给民众党 陈昭之到底是不是故意把这个状况 变成一个废票 把这个难题 他身为一个独派的人 他没有办法按住韩国瑜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思考 还是真的就是不小心的 那我个人是投票投了也不少了 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状况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护理师 应该手也很紧张 对不对 好 总而言之呢 黄珊第一时间就挺他了 小小疏失 不会有党纪处分 林国成说 这很明显就已经盖给黄珊珊了 连国民党派的监票也觉得有效票 怎么知道大会主席说无效 我们也只能尊重 民众党团说 很明显是盖给黄珊珊的 只是不小心污染了 被变成废票 对主席的裁定感到非常的遗憾 到我们录影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黄国昌的决定 但是这个小草是蛮气愤的 连个票都不会投 做什么立委 好的 简称白旗党 因为旗票嘛 这个民众党到底想要拿下多少头衔才罢休 拜托有骨气一点自己辞职 是不是这样子 真的有一日立委 有啦今天有一个一日立委了 就是游锡坤 他已经宣布辞去立委了 好这个网路蛮爆炸的 是觉得说到底在怎么一回事呢 但看起来民众党团定掉了 没事的 陈昭芝会继续做 前后不一样啊 黄国昌怎么讲的 人们说跑票怎么办 黄国昌说开除党籍 主持人在问说 可是有不小心手按道啊 模糊啊等等 黄国昌是这样说的 你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会搞错 那你显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 在立法院行使立法委员的族权 这是职权 这是他这样讲的 这是柯文哲认证的一个人 党五个人的黄国昌 他说的 这件事都做不好 拼什么做立法委员 老师 今天其实本来投票都蛮顺利的啦 只是后来在唱票的时候 诶 什么黄珊珊只有七票 大家觉得很奇怪 就那票跑哪里去了 那就是废票 所以我就觉得 呃 陈昭芝当然啦 就说难道他跟黄珊珊感情不好吗 故意让他弄了废票 让黄珊珊难堪 那本来应该是八票全 全境票贵嘛 结果只少了 结果还是少了一票 好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 刚刚讲的是说 演戏的是疯子啊 看戏的是傻子啊 我觉得这个礼拜一 对不对 柯文哲上礼拜五说 我们要面试游锡坤 要面试这个韩国瑜 OK啊 那你既然要面试 结果发觉根本就是假的嘛 你就是已经锁定黄珊珊 那你不是整笑而已啊 你把这两个 两个这个政府议长候选人 弄到你民众党的这个党团 当然媒体报道很多 或者还是说 你只是为了要消费这两位 对不对 为了要充高这个网路声量 为了让媒体的流量增加 我早就已经心有所属了 我只好你们来 只是来制造声量而已 那如果这样我觉得 对一个政党来讲 是很不道德的嘛 那你今天你们这个 民众党这个说我们要改 国会改革四项主张 对 韩国昌也是信誓旦旦 那你可以告诉我啊 你们在这次的面试当中 你们觉得 难道两个都一样烂吗 你们又讨论到国会改革吗 还是根本没讨论 你可以告诉我啊 我们发觉跟韩国瑜谈下去 根本就我们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不能投韩国瑜 游锡坤也拒绝 可是游锡坤后来 他的他的个人声明是说 他支持民众党的试点声明 最支持民众党的就是游锡坤 对啊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跟游锡坤 是哪里讲的是你不满意的 你可以公开啊 都支持你了 你为什么还不支持我 而且游锡坤为了这个 还被党内很多人骂了 所以怎么可以这么委屈求全 去同意民众党 你就是在利用游锡坤嘛 消费游锡坤嘛 害了游锡坤 今天跟你表态支持 你们的四项改革 结果既然你们现在又说 我们要自己提提这个黄珊珊 这不是很怪吗 第二个是你黄珊珊 你第一轮你们投完票 第二轮你们不投 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然后你讲了半天 知道你是小党 没问题 你当然是找一个 比较能够符合你的理念的政党 跟他合作嘛 我们也不要说什么小绿啦 小绿小蓝 就是你必须要合纵连横 那看起来游锡坤 是已经公开的挺你们了 结果你们竟然呢 根本没有头朝暴露 谁知名月照勾曲 对啊 被民进党的人批评就算了 民众党居然也理都不理他 所以我觉得到今为止 民众党没有说清楚 这些事情 就是玩流量嘛 就是玩流量嘛 就是一路玩嘛 就是一路玩到底嘛 但是一路玩到挂 好 因为我觉得民众眼睛是雪亮的 那再来就是 当然今天韩国瑜很爽啊 我抱一箭之仇啊 对不对 我这个当初2020年 我被90万3万票给罢免 创下台湾自治史上有史的记录 他2018年是89万 结果93万罢免 还多4万 他今天一雪前尺嘛 我们说 撕之东鱼收之桑鱼 我撕掉了这个高雄市长 结果我现在来到更高位的 吴越院长 韩国瑜都很爽啊 而且你看这些韩粉 这些国民党的人乐不可知 我抱了一箭之仇啊 就已经叫他要选总统了耶 对啊 吴秀苑危险了 对啊 吴秀苑危险了是吧 吴秀苑危险了啊 他如果立法院院长做得不错怎么办 刚刚范老师所讲的是对的 你知道吗 外面我简单补充一点就好了 你知道这件事情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这张废票 这张废票 你说陈招之的废票 对 这张废票在哪里 我我们 我们已经投票那么多次了 都没有犯过这样低级的错误嘛 他最可怕的地方在 犯下这种低级错误的人 叫陈招之 然后我不知道是故意的呢 还是无意的呢 还是真的不小心去回到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是民众党的 这一届的立法委员的 这个等于说盖市长 然后呢 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 更可怕的是什么 他们的总召跟副总召 也就是三个加起来 叫做党团三长 他们的总召跟副总召的意见 是不一样的 总召昨天接受旅节访问的时候 已经跟你讲了 如果连 如果投票的时候 连这样的行 这样的小事故的小意外 都没有办法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 当一个称职的立法委员 议署的 就直接开除党籍 结果他们的副总召说 今天又跟他摸 陈招之小事一件 不要放在心上 我问你 那请问要听总召的 还是要听副总召的 你们的党团三长 以后铁三角怎么运作啊 我想请问一下毕如委员 他陈招之是护士吧 他是药剂师 药剂师 那手就不一定要巧了 他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该不该开除 你们前面讲那么大声 团进团出 没有的话 开除我让你连立委 都没得做 这把扣掉了 我想这个 对啦 党团应该要有一个说法啦 那民众党最 最让人家对外 常常讲说 集体决策嘛 所以我觉得他们 应该要对外有一个说法 不管是今天 网路爆炸 我看下午很多人都 对啦 那是不是小草 那我也不知道 但是网路 都是爆炸说 你连这种 这样子都不会投 我觉得是 应该要对外面 没有一个说法 或者是陈昭智应该要出来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当然也经由这 另外 你看国民党很多人 就是排排的那边量量票 什么县长 什么营队 六个六个这样子 在那边量票 那大家也觉得说 所以其实也因为这样子 一个事件 因为今年 因为三党不过半 所以大家就变成立法院 尤其是总统是一个少数民意 选出来的总统 感觉上这个所有的决策 就立法院就变得很重要嘛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一个事件 其实我今天也常在想说 那以后立法院的那个投票 是不是改一下 改电子投票嘛 好电子投票就没有那个 什么油质 那个什么印尼 南党都会有问题嘛 会不会按不下去 对 不是你就点按下去嘛 按下去它会弹跳出来嘛 你是不是要 你不是要投给王瑞德先确认嘛 那如果你按错 你说啊 错了重来嘛 我是觉得今天 当然我觉得 当然是 呃 这个我觉得党团是要给一个 比较对社会来讲 他们有一个说法 应该有一个说法 他们就是柯建民的错啊 啊柯建民 他有说柯建民 他们就是说柯建民啊 柯建民啊 怎么可以把它算作废票啊 他们申表遗憾啊 所以错的又是柯建民了 不是陈昭之耶 委员 我看你坐得要吐咕去啊 哈哈哈哈 他这样按住韩国语 你们很开心吧 你要送嘛 今天送吧委员 没有我先讲一下 民众党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选前的时候说 团计团出要寄出党计 然后后来出现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说小小失误嘛 假设今天是发生在 国民党的委员身上 我们选票那么接近 然后导致最后选举结果有翻转 这不可磨灭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如果真的是发生在国民党委员 或民进党委员身上 黄国昌晚上开直播说 太离谱啦 当个立法委员 你票都不会盖 但面对陈昭之 就不讲话啦 因为自己同党的人嘛 那你说是 你说这到底是不是 他的失误 还是这个司马昭之星 路人街 司马昭之 叫陈昭之昭之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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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讲一件事情 这张选票到底算不算有效 我觉得不用 不用把它丢给柯建民 我帮大家找到 这是中选会 在他自己网站里面 第17个 这个所谓的违法的样态 左边就是你把那个圈圈 带到你想偷人 然后右边就是你的指印 或干嘛 站到隔壁的候选 这叫无效票 这中选会 相信每个人投票过都知道 清楚明白 清楚明白 那民众党怎么可以这样子颠倒是非 然后林国成跳出来说 说没有啦 这个是有效票 我觉得就是 你现在是立法委员了 你也不是一般的什么什么政治人物 或是真的参选而已 所以立法委员讲话是需要有公信力 所以不要 自己党的人做错事情 不小心抹到 盖到 那没办法好好跳出来承认 陈昭之后有po文 他也就是说我手指头不小心抹到 虽然我不太清楚 怎么去抹到那个印尼的 但是 但是这个他最后还是有个说法嘛 那另外就是说 他 我觉得如果他是不小心盖到的话 其实对他的整个 整个专业度 或整个形象 我觉得也不太好 就讲说一个人都已经当成立法委员了 然后台湾的选举 这么多年 这么多次 不是第一次投票 怎么会发生这么离谱的事情 可是你刚刚讲的 我觉得是还蛮重点的 你这个图一清楚明白 就叫废票 就是废票啊 所以 大会主席是公正的 我觉得 没有裁判错误 这没有裁判错误了 那为什么民众党的 就赖到别人错 是 因为所有人不是在投票这件事 不是只有投什么立法院的政府院长吗 台湾经过这么多次选举 那一根 你遗传说那支 那支 那支大家都拿过 你有去盖过印章 所有选票在开票的时候 我想在座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反对说 如果我今天在票轨里面拿出来票 上面有其他什么 尤其在其他的候选人的格子里面 跑出一个明显的印记 你叫我怎么认定 如果我今天要什么东西都重判 是非是很清楚的 这个没有对错 我老实讲在那边争 到最后决议废票的 决议这张是无效票 我不能讲是废票 叫做无效票 是民众党团自己在当场 一定也都认可的 才会这样认定了 就因为你可以看到林国成 就算在那里争 我就讲今天如果有一个印尼 而且那个明显 你光看那个疑传 拜托再拿一下 你光看过去 你会发现到那个所谓的屋字 盖的那个出现的位置 刚刚好在格子里面 你这样一拍过去 就是在投陈金辉 你那个这样看过去 你还看不太到 黃珊珊上面的那个印记 你就只看到 红红一点 就如果今天这样子 你跟我讲说 没有啦 没有他这个要看 那个圆磋磋 我跟你講以后争议不完 為什麼 今天只有一个污点 明天两个呢 这是回到陈金辉 如果回到游时君 有更多 没有 黃珊珊的 隔壁就游时君 黃珊珊的隔壁是游时君 现在是没有回到游时君 回到陈金辉 这个回到 哪里回到游时君 民進黨也跳出来灰 什么 没有所以我说 这个事情的是非很清楚 对 民进黨有什么 没有讨论的空间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讨论 我想今天是一个污点 那如果明天两个污点 一个都可以过 为什么不能两个过 我以后大家就在那边盖 然后上面盖手印都可以 我们为什么选拔法上面 会有针对无效票的认定 那个是有认定标准的嘛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他这样子无效票出现之后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 挑战了柯文哲当主席的威信 因为他一开始有党计 就是说虽然是 现在想要把他轻易放下来 但你要知道 陈昭是很好玩 他第一个 他又是这个药剂 药剂市的背景 药剂的背景 然后再来就是一边一国 有这个 曾经当过北市的社长 有这个台独这个背景 再来就是陈昭是在民众党团 我不知道毕丽委员怎么样 但我看那天 黄国昌讲 那四点改革的时候 他第一个时间是问说 昭智你有没有补充的 其实他几个都没有 所以代表说他其实在民众党团 以这次的立委来说 应该是举足轻重的是 因为他是干市长 对是干市长 所以他是 所以代表说民众党 是对他是 非常器重 寄以厚望的 因此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柯文哲 敢不敢对他说任何话 现在大家都看柯文哲 表现态度 即便是不小心 老实讲 任俊哥这个字笔 我就把他拿偷走 我说不小心偷走了 任俊哥还给你 我还是偷 我就是做错事情 没有什么小不小心的问题 所以你一旦不小心做这些事情 你当然有一定的惩处 或一定的表态 这是我觉得民众党 应该给大家一个态度 所以民众党是军令以下 现在军纪 要怎么样 这个 说到做到 大家都看得到 陈昭斯是很有背景吗 因为 有时候柯文哲处理人 觉得没利用价值 说处理就处理了 陈昭斯他第一时间没有要动 不敢动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他跟他先生 都是跟医界妖界有关系 那你知道医界妖界 本来就是比较独 也比较支持民进党 然后因为他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停扁 可以完全利用 彭昭斯之前的出身背景 就是独派台派 因为很多支持者 不知道 陈昭斯这几年 已经跟独派跟台派 已经渐行渐远了 甚至于陈昭斯在选前 那个立华院长选前 还在脸书上面 呛独派跟呛台派 直接呛 呛说 意思就是说 你们之前因为他投靠这个 你们这些以前的战友 绿色的战友 如果因为之前 这个等于说 一起打过很多仗 可是后来因为他 跟投靠这个民众党 跟那个柯文哲 骂过他的人 不要想说 他为什么没处理他 搞得这个 他不是雍正自居 我告诉你 现在陈昭斯最尴尬的是 他的留言 他的脸书留言 他其实有针对这些事情 盖错的事情道歉 2500多个留言里面 有三分之二是在骂陈昭斯的 但是其他的人 现在就讲说 你们都是反串的 你们都是绿营来反串的 陈昭斯如果被换掉下一个 不知道是谁 下一个女人 现在这些事情已经整个歪楼了 为什么 现在有人说 你刚刚讲过 陈昭斯因为他不能生孕 他一直在推动代理孕母 结果他竟然碰到陈昭 陈昭斯是谁 我本来不认识他 原来他是台北医学大学 副产科主任 做人工生职 人工生职 怎么跟代理孕母 有牵扯到关系 你懂吗 大家觉得这两个人 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性 就一直无限散钢 一直在发酵 我是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国王室跟他讨论 马上回来